几十万只蜜蜂在它的身上涌动 它竟然丝毫也不反抗 被蜜蜂层层包围 它该如何才能确保生命安全 2007年5月12号上午10点 福建泉州的一个小村子里 上演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通常来讲 只有蜜蜂受到惊吓时 才会倾巢而出围攻敌人 但像这样上万只的蜜蜂 包围一个人的情况也是很罕见的 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蜜蜂要缠住它不放呢 它叫黄元农 是当地的一位蜂农 让蜜蜂把它包围起来这件事 竟是它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 其实 它是要将几十万只活蜜蜂 当成一件衣服穿在身上 而它这么做的目的 只是为了证明一件事 我也是想证明给大家看 蜜蜂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 我可以弄更多给你们看 蜜蜂是可以和我们两核目悬出的 因此我今天准备说弄个50万只左右 尽管它表现得对自己很有信心 可这件事绝对是个危险的举动 因为蜂毒可是有名的动物毒素 它的厉害 身为养蜂人的黄元农 并不是没有领教过 其实黄元农说的这种情况 是被一直蜜蜂遮伤的最新后果 严重的就会头晕恶心 血压骤降 要碰巧是蜂毒过敏者 那就会当场休克 甚至会危及生命 所以人体对蜂毒的承受力 是很有限的 正常人来讲 我们一般在临床上有规定 一般20针 最多不超过60针 就是60只的蜜蜂 可黄元农面对的是几十万只蜜蜂 哪怕其中万分之几的蜜蜂 遮到了它 也可能是致命的危险 那黄元农为什么还偏要 一身试险呢 因为我从小就给蜜蜂遮习惯掉 好像他还有一个看敌 对他这个自信的回答 专家却有不同的看法 昨天还有一个养蜂员 跟我打电话 说他养的蜂蜂养在那里 平常那个人都有经常找洞 也都有路过他的蜂场 也常常被蜜蜂遮都没事 那一天被遮了一下 一下严重过敏 当场都休克 后来还送到医院去抢救 那个蜂蜂的遭遇虽然很特殊 但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 发生在黄元农身上 平时对这个蜂度已经产生抗体 但是呢 你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造成你的蜜蜂系统 特别的敏感 这特别敏感 特别幸福你 这时候的话 蜜蜂把你遮一下 就会引起全身性的 那个共鸣怀疑 但此时 黄元农已经处于蜜蜂的 重重包围之中 就算知道了这个消息 也骑虎难下 其实 要让这么多蜜蜂爬满全身 也不是件简单的事 蜜蜂对气味很敏感 因为不喜欢人体的味道 通常它是不会主动落到人身上的 那黄元农又是怎么让蜜蜂爬满全身的呢 它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做法 那就是故意激怒蜜蜂 惹祸上身 我们可以先用玩具来实验一下 您看 如果这个电动小狗 老老实实地待着 蜜蜂基本上对它是不理不睬 可当小狗放肆地 在蜜蜂的家门口 翻了两个跟斗后 情况大变 被侵扰后的蜜蜂 就像得到命令一样 都疯狂地向小狗扑去 没几分钟 就把小狗团团地包围了起来 可怜的小狗 只能在那儿干蹬腿 动盘不得 看到这个场面 不由得让人联想起来 经常听说的一些 蜜蜂攻击人的事件来 2004年 23岁的阿强 就因为打伤了一只蜂 结果遭到了数百只蜂的疯狂围攻 最终抢救无效 离开了人世 如果黄圆龙是采用这种惹祸上身的方式招引蜜蜂的话 后果可想而知 那么黄圆龙到底用了什么绝招对蜜蜂呼之寄来的呢 我们的摄像机已经记录下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现在把磁带倒回去 你就可以仔细看看 黄圆龙到底是怎么招来这么多的蜜蜂的 看 他首先在自己的胸前挂了三个小笼子 而这小笼子里的东西正是秘密所在 这个笼子里关的是小蜜蜂的妈妈 也就是每个蜂箱中的蜂王 它分泌的一种物质可以传递信息 告诉这些小蜜蜂它是否在家 如果蜂王不在 小蜜蜂们很快就会发现 这时 它们就会六神无主 狂躁易怒 飞出去发疯似的寻找妈妈 黄圆龙 就是要利用蜜蜂急于找到妈妈的这个时机 把它们吸引到自己身上 黄圆龙的尾部一个招引急速的 臭线 会划出臭线 就会吸引更多蜜蜂围绕它 哎呀 一个找到 王会很高兴 就会把虎部翘起来 拼命地散风 散风就招引其他 没有你来呀来呀 我找到昏完了 我找到昏吵了 那么其他的工程就围绕着它 回到 就积极在一起 看 黄圆龙的助手们 在抓紧时间引导这些蜜蜂和妈妈团聚 否则时间一长就会有蜜蜂因为找不到妈妈而飞跑了 或者在惊慌失措的状态下 胡乱攻击人 为了保证安全 黄圆龙的助手们都戴上了防护面具 他们轮流上阵 小心翼翼地用毛刷 将蜜蜂轻轻地扫到黄圆龙身上 生怕惊扰了这些惊慌失措的小东西 可让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一只蜜蜂将它的毒刺留在了黄圆龙的鼻子上 疼得黄圆龙差点就流出了眼泪 这个突发情况让本来满怀信心的黄圆龙 一下子紧张起来 它怕的不是一根毒刺带来的疼痛 而是它可能引发的可怕后果 蜜蜂会围过来 它的气味就是它的信号 小鸟说有人在欺负我了 我在遮探了 我在已经遮探了 你们要赶紧过来帮忙 大概是这个意思 因此的话我如果不把这个气味给它磨掉的话 会一直干来一直干来 会一直遮我 它就会一直遮我 一直关击我了 蜜蜂把它的毒刺 遮进人的皮肤后 刺还会继续往人的肉里钻 刺上的毒囊在三分钟内还都有活性 一定要把毒液都注入到人体后才罢休 而更可怕的是 蜜蜂还在伤口上留下警戒激素 这是一种规发性很强的化学物质 它散发的气味是在告诉其他蜜蜂 敌人在这里 这种气味还会让蜜蜂变得更有攻击性 这也是可怜的阿强 为什么只打伤了一只蜂 就引来杀身之祸的原因 这时黄元农的身上 已经有几万只蜜蜂了 他们离黄元农的鼻子 可以说是近在咫尺 哪怕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响应警报的召唤 向黄元农发起进攻 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这个恐怖的场面真的会上演吗 黄元农该怎样